大山深处的传奇职业 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 万亩松林的香甜财富 从天而降 香气扑鼻 几十年时光 几代人努力 荒山变森林 树梢上的钱串子 树荫下的钱窝子 今年开始是一世纪 后来长到一百五一世纪 今天的生财又到 咱们去吉林省通化县的大山里面 转一转 我现在脚下踩的是厚厚的腐植土 当地人有一个说法 叫到了这里就不能够脚踏实地了 说的就是这个现象 这下面的腐植土有三十多公分厚 再看我身边的这些树 据说都有高达将近二十米 我现在来到了吉林省通化市 通化县的三鹏林场 每年的这个时候 三鹏林场都会迎来 紧锣密鼓的丰收场景 那它们到底在收获什么呢 通化县三鹏林场 始建于1958年 立处通化县西北部 林场面积4.7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95% 是国家级重点红松林牧 两种基地 这其中1.8万亩的红松林 创造着极大的经济价值 首当其冲的 就是红松林结出的果实 松塔 每年收获剂 打松塔 都是当地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 注意安全 这个场景可是看上去 有点震撼的感觉 它们是怎么爬上去的呀 脚上有个嚼杂的 它们都自己研究做的 这个东西非常安全 自己脚上 它们脚上有一个工具是吧 对对 然后手上它就是手套 对对 我这简直是 感觉各个都是爬树的高手啊 瞬间就上去了 来看看 就这一会儿功夫 大家就都爬上去了 然后上去以后再怎么办呢 上去之后 然后那个爬到树坚 然后把安全带绑上 然后开始把上面松塔 改下来往下撇 打松塔难度极大 在二十多米高 不停摇晃的树梢上 要想准确无误地打下松塔来 不仅要伸手矫健 胆大心细 还要具备多年的经验 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看见松塔在哪儿 因为松塔都藏在尖上 特质的很少 因为尖上 特质很少 对对 都在最顶尖上 对对对 所以那它们要 一直爬到最上面 对对对 哇 对对对对 来 这么多啊 嗯 这是今天属于中寿 今天还属于中寿 嗯 大寿的时候更多 更多 哇 钉的蚱蚱都往下掉 就感觉好像掉石头一样 砸到这个 砸硬嘛 地上就碰碰的声音 是吧 对 我就刚才看见 拉着我们一直撤一直撤 就是他们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正常是不能站在树下面 对对对 确保安全距离 哦 这一棵树大概要摘多长时间 嗯 两到五分钟 嗯 它这个节食量 节的多就时间就长 那很快 爬上去很快这一棵树就摘完了 对对对 哦 然后他们就换下一棵树了 对对对 那怎么知道这棵树 他们上去了 没有上去 因为你看现在 大家上去以后这么多人 就完全从下面是看不到人了 哦 因为我们有那个工作人员跟的 嗯 打过一树我们用粉笔做个记号 嗯 那你这个跟他们的这个对话 就是纯靠喊 对对对 组织他们这一天咱们是从几点要开始干到几点 早上六点半左右 没有露水了就可以干了 没有露水就开始干了 到晚上五点 哦 嗯 这很快的他们这几棵树就采完了 对 这一棵树就打完了 然后进行下一棵 那这怎么找 哦 这有 给大家看看 新鲜的松塔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新鲜的松塔 好漂亮啊 这和我印象中看到的那松塔不一样 看到的那些都是黄色的 这是等着在过个十了天之后 然后都成熟之后它就发干了 有的就没有了 就变成黄色的了 哦 它会自己就会变成黄色的 对对对对 这个是因为是刚刚从树上打下来的 所以它是绿色的 对对对 那那个松子到底在哪呢 在这个每个叶的每个叶的缝里面 哦 在这个缝里 所以现在是看不到松子的 看不到 看不到 哦 我看看 大哥身上到底是有什么秘密武器啊 怎么上去的 这个叫扎树 扎到它是扎进树上吗 对对对 您给我演示一下我看看 刚才看着它们就是 不是啊 是 这边有个大部分 哦 我看了 这边还有一个大部分 哦 就是类似于有点像那个 踩高翘那个杏子 哦 这个尖是冲下的 对对对 然后这个 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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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一下 我以为只有这样一个尖 它是这个尖 然后这样绑了个绳 对对对 这边这是 这是绑的 哦 这是一个 环扣在腿上的 对对 哇 那这个工具是谁发明的呀 都是他们自己发明的 一点点改进 自己发明的改进出来的 嗯 还有什么呀 您上树身上还带什么呀 安全带 安全绳 安全绳 安全绳是怎么用啊 上树给它绑上 绑树 您上去以后怎么绑树上 就是有个叉 哦 这么给它搂 搂了 搂了它搂上之后 搂上之后 然后再搂上它 哦 这样就把自己固定在树上了 但是脚上这个 是一直要踩着的 对对 您上去以后害怕吗 那么高 害怕 哈哈哈 今年五十多岁的石田堡 打松塔打了二十多年 是远近闻名的打塔高手 每年可以打松塔的时间 只有十几天 时间短 任务重 要胆量 要技术 这份难度极大的工作 收入自然不错 管打松塔也就是整个一万块钱 两万块钱 有时候多了 虽然收入不错 可是打松塔这份工作 却是既危险又辛苦 哇 石大哥真是好身手啊 这一棵树 您从上去下来 这要多长时间 分多少啊 分多少 少的时间能短点 多的时间长点 嗯 那个少的话是多长时间能打完 就是十来分钟吧 十来分钟 十来分钟 爬上去打完下来 对对 手手才能做到这样是吧 那像刚才这棵树算是多的吧 嗯 差不多 我看真是又个儿头还挺大 你看 对对对 塔挺好 塔挺好 看 个儿头都很大 您这一天 能爬多少多少堂 这样上上下下的 二十来棵树 二十多棵树 哦 那 也是体力消耗很大啊 一身的汗 嗯 是个辛苦活儿 是吧 嗯 现在打松塔的人越来越少 每个打塔人 每天最多也只能爬三十棵树 无法满足林场 近两万亩红松林的打塔需求 于是今年一台机器 试着开进了红松林 今年刚引进的新技术 今年刚引进的 哦 这个原理是什么呀 它主要通过这个油压 嗯 完了不断的就是油压的墙和月 嗯 然后发生震动 这样是那个不体能素 完了对树的保护也好 也比较安全 不会对树造成伤害 对 你看它的那个爪子上还套了 两个垫子 这个棉被里面有胶皮棉被 我们就离它远一点 沙缸力太大了 它这个棉被吧 就起着保护这个树皮的作用 打一棵树可能就是几十秒 嗯 甚至连一分钟都用不上 一分钟都用不了 对 一棵树就旺完了 倒了 这就可以了 完了包括颗棵树还不辣 它挨着树化 哦 你看现在下了它们这个根儿营工检 这边就开始检松塔了 对对对 咱们就是负责检松塔对吧 然后就这样跟着往下走 从坡上面开始剪啊 一路剪下来 一个机器啊 嗯 一天能打四五千斤 玩玩的 噼里啪啦 有的时候下一个人 有的时候挺多的 工钱怎么算啊 工钱 明天一天二百 树梢上的松塔 一天比一天成熟 在有限的收获时间里 传统和现代结合的打塔方式 充分保证了果实的回收 六十年前的荒山野岭 变成了现如今的金山银山 几十年的变迁发展 都和眼前这片松林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个是我们做的这个七八年建的一个 红松架节种子园 是从那个全东北吧 嗯 各地采的那个 优良结石的弹珠架节的 这是刚刚打下来的吗 对 哎呀 哇 给大家看看 好新鲜呀 清脆的松塔 您刚才说这是种子园是吧 这一片都是种子园 对 所以这松塔里面的这个果实 它就是种子了 对 哦 哇 现场就抛开了 叫松 它是分那个位置 背阴的地方成熟度 就比于那个向阳的地方成熟度好 松枣 终于见着松枣了 哈哈 它其实是在这个 每一层的这个缝隙里 是吧 每一个鳞片是双枣 是两个枣 看看到 每个鳞片是两个枣 哦 一个鳞 每一个鳞片里面 都包括着两个枣 两个枣 你看看到 我扒开这个鳞片是两个枣 哦 每个鳞片都是两个枣 它这个层数越多的这个松塔 它的质量就越好 对 大的有12到13层 最大 有12到13层 这样就算是一层 对 是吧 这一圈就算是一层 它是螺旋式的 嗯 从底下是螺旋式上去的 当地人把这片松林 称为种子园 顾名思义 这里最大的职责 就是繁育两种 通过它采它的结束 然后再加结 就叫1.5代 等于咱们这一片 这就是一代了 对 一代原 是吧 这叫一代原 从它繁育出来的第一批 叫1.5代 嗯 用种的繁育林 也就叫2代 为了确保种子品质 林场人跑遍了各地的松林 经过45年的培育管护 如今 种子园平均母产松塔 1100斤 母产效益 近万元 1.8万亩的红松林 放眼望去 磕磕笔直参天 郁郁葱葱 面积如此之大 该如何管护呢 这还有一小棚子 这小棚子是干什么的 这是看护 红松塔的林场之宫 在这里面住 那现在有人吗 棚子里 出去巡山去了 巡山去了 出去了 看看啊 这等于是他们 他们就 现在就住在这儿吗 对 就住在这儿 走累了 回来休息休息 嗯 再出去坐 他们一般的这一个点 能负责多大面积 一般的是 三四十亩啊 三四十亩 那这一天的 这个劳动量也是很大的 光走一遍 它可以 是吗 它可以 小玉 小玉啊 真喊硬了 真找到人了 林家玉常住红松林 条件自然是十分艰苦 她说 让大家甘之如鱼的 是这背后 职工联产承包 利益分成的经营模式 我刚才厂长介绍说 这个小棚子 是你在住是吧 对对对 哦 平常一个人在这儿住吗 呃 白天是两人 晚上一个人 那边一个火房 跟他住 哦 晚上一个人 在这儿 晚上不冷吗 冷就烧火 烧这个 这个地液 哦 这下面是一个火炕 对对对 松塔产进完了之后 对 这个塑料棚和这个架 就撤走了 哦 这个炕还在 炕还在 炕还在 明年接着用 明年还能接着用 哦 真是不错 哦 那就 那这一个月 等于这一个月 你就不出去了 就一直在这儿 在林牧所有全不变的前提下 全员联合分组 管户经营承包 按松塔销售额 承包职工得百分之七十 林厂得百分之三十 这种管理模式实现了林厂增收 职工致富 社会受益的目标 近几年来 承包职工年人均收入两万多元 林厂年均净收入二百多万元 松塔被称为树尖上的前串子 打下来的松塔一车车拉回了场地 在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通化县的松塔由于品质好 每年都会吸引来众多的采购商 这是多重 630克 630克 一斤多点 630克 我把它砸开是吗 对 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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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多少事 八 大 这个就大 哦 这一层一层一层的把它都得砸开 对 这算好的吗 这个算好的 这算好的 这算好的 哦 颗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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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个儿真挺大的 看 咱们是从哪儿过来进货的 梅河 从梅河口 对 嗯 咱们是买回去 自己加工成干果 对对对 我们自己家有厂的 自己有厂的 哦 每年都来这边进货吗 对 昨天咱们买了吗 买了 昨天买了多少 昨天买了多少 买了两大挂 什么 十多万斤 十多万斤 哦 241.4 嗯 嗯 241.4 对啊 241.4 还可以 多少这是 2.6 等于粗子率达到2.6 没达到3两 没达到3两 2.2 差点 对咱们这是在数什么呀 数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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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颗粒是什么意思 嗯 看一斤的粗子率有多少个粒 因为越大越之前 小的就便宜 哦 等于这个评判标准是两个 对 刚才咱们是称的这个粗子率 对 现在是还要看它能出多少颗 多少个 对 颗粒挺好 嗯 多少 颗粒500多 像大颗粒的了 采购商们做好的抽样 拿到了数据 为的是接下来的交易 大县 三鹏林场 2023年 红松塔 竞价销售 现在开始 在收获季节 松塔的价格每天都在变化 为了公开公平 像这样的小行径拍会 每天都在举行 比我们预计的价格 高出五分钱 三鹏林场是咱们整个 东山省最好的两种基地 嗯 我们每年都过来去竞争 竞争 每年都竞争 哦 每年都竞争 哦 那今年的这个价格 您这边满意吗 还可以 很满意 红松林变成了摇钱树 带来效益的可不止是松塔 高大的阔叶松 绿化环境的同时 也给林夏申提供着庇护 这是森子 哦 这是没 这个 他找到红的了 哦 这是没洗的 外边就包着一层那个皮 呀 哦 外边包一层 哦 这是人参的种 人参的 这个没洗的叫人参果 哦 红色的叫人参果 嗯 宅的时候都这样 嗯 然后到工厂去洗 嗯 它是沙漠推 这个 果肉推掉了之后 光耀这个转 人参果 它就是一个经济收入的来源 今年 开始是一百 一世纪 后来长到一百五一世纪 邱大哥 我看 你这 玉米地里这种的这都是 小松树苗 是 嗯 这都是几年的苗啊 已经在地里种植四年了 四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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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密度可挺高的 你看密密麻麻的 是 这是我们在山木林场 选育的红松两种 啊 种植的这个 红松树苗 哦 也是从咱们林场上 选出来的种子 啊 对对对对 那你是从就是 从种子开始 培育的 培育出来的 嗯 种子 我的育苗 育两年苗之后 再进行移栽 嗯 再进行管理 培育 再培育两年 哦 它是等于是 从小苗是这样 一节一节 长出来 对对对对 你看这就能看出来 那这是近年长的一节 这是 这是以前长的一节 哦 一年能长十公分都 每一棵小树苗 就是一份财富 被当地人创造着可观的收益 咱们最终这些 还是要种回山上 哦 那这个能给你带来多少经济效益 一亩地 现在 二三十万吧 多少 一亩地二三十万 不是 不是 总共啊 总共啊 总共几亩地啊 这是六亩地 好的时候吧 嗯 能卖一块钱 一颗一块钱 一颗一块钱 那这玉米能一年给你带来多少收益 一亩地 一千块钱左右 隋利隆的父亲退休前就是临场职工 老一辈临场人的主要职责是种树绿化 而作为零二代 隋利隆的思路却有了更多新的变化 这个叫营养货 我们跟它叫什么呢 叫三枝九叶草 它是一种中药材 三个汁 嗯 每个汁上又分出三个叶来 哪部分是入药的 这个 这个 净到叶这部分是入药的 这都是入药的 这都是入药的 这都可以入药 对 繁殖你靠个儿繁殖 嗯 嗯 那就是几年 这么大的可以入药吗 可以入药 这就可以收获入药了 对可以 它再过二十天吧 这就可以收获了 就可以收了 那收完以后呢 它 年年再重新种 对 年年过年再除 不用种了 它年年除 价格怎么样 效益非常可够 现在市场价 一斤在二十三左右 一斤二十三 一亩地的铲子 一亩地的有 300到500斤吧 300到500斤 那咱这是多少亩啊 咱这种200亩地 200亩地 嗯 那这个铲子也不错了 是 非常高 几代人的辛苦 造就了如今广袤的松林 大山深处的林场人 泡山吃山 最爱的就是山里的味道 紧紧围绕生态强限战略 充分发挥生态优势 发展洪松产业 通化县积极构建洪松家产业格局 建设立体林下产业基地 2022年 全县林业经济总产值 达45.01亿元 从事林下经济的就业人数 达3.4万人 达3.4万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